接下来方正老师要介绍这个题目 他说S是样本空间 那AB是上面的两个世界 如果A跟B的联集就是整个样本空间 那A的个数呢是六个 B的个数是七个 那如果你说这样的AB总共有几种的情况 有不同的这样的不同的世界 好那我们知道 他有给我们A跟B的联集 A个数B个数 那这三个同时出现的公式 当然有一个公式就是 他的联集的个数等于A的个数加B的个数减掉 联集的个数 那联集是整个S S的个数呢1到10当然是10个 个数是10个 那这个给你是6个这是7个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 13减掉多少的S 那是3个 所以那联集的部分等于3个 若你把图形画出来 这是A这是B 联集交集的部分 这里就是会有三个元素 那自己拿三个呢 其实都可以 就这十个里面 随便选三个 放这里都可以 那如果这里是三个 请问外面这里是几个 三个 因为整个加起来是A要六个 所以这里也是三个 那这里呢 四个 也就是说 你把这十个元素放在这里 这里选三个 这里选三个 这里选四个 那就会得到一个A 一个B 是吧 只要你中间这里是三个 就是当那的交集 外面这里再选另外三个 这里再选另外的四个 那这个就会得到一组A跟一组B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就变得很简单 我们要把这样子的选出来就可以 有这样子的 一组选择就有一组A一组B 所以这里有几组不同的 三个元素 十个也选三个 好 再来再选这边 一段步骤完成 用乘法原理 好 实际上这里 这里也是三个 剩下的 因为这两个不能重复 放在这里就不能再放 放在这里 所以 十个选三个之外 剩下还有七个 再选三个在这里 那剩下的四个 就通通放这里 好 那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那这个 我们要算一算 这个 十九八 这个三二一 这个是七六 这个是一 好 所以我们把它约分一下 这个跟它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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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三 好 所以这个把它算一算 四二一 好 好 好 你在这边 好